攻读《论语圣训》第一册 第四法一十五页 寄功伙佛 慈悲主语 修道保有初衷 成道有余 要收束其自己 人有因缘 有过程 难免都有会贪嗜 俗情 缘的贪 但要冷静下来 解开你自己的缘 所以你当得转师 后学碰到这一等事 要怎么办 生气 放着 还是骂一骂 要开导 每一个人修道都有关卡 有前观 有前观 有家雷 个人所面对的考题不一样 你要试图走过 要有耐心来出引导 你敢向维师保证未来的日子里 老天不会给你出这个考题吗 难说 所以要用同理心 大悲心来体谅一切众生的苦 修道要互相提息 还有各地方佛堂 工帐 这管帐的人很重要 老师不一定要你们每一支坛都存很多钱 佛堂有了 人才也有了 可以把佛家多余的钱照顾舍身半岛的人 可以拿来帮助地方贫困的人 那更可以结一段善缘 你开荒更低 有的工坛都比你家还大 众生送吃的 送用的到佛堂来 你穷过吗 跟以往修道人相比 是不是富裕多了 你当舔船师 开荒人员 讲师要心系道场 不要想用道场的人员来巩固自己的名气 想先用道场的人来做生意 那你道一定不能够长远 一定要牢记